今下在梳妆完后 小心翼翼地拿出大人送的发簪 别在头上 顿时整个妆容都显得更加的精致和优雅了 陆府有一个凉亭 那里放着陆意珍藏的那把空喉 今下来到凉亭 顺手在院子里采了一把新鲜的桃花 小心翼翼地 一朵朵地插进花瓶里 排在凉亭的茶几上 插花是掉下的花瓣 她也不着急将去拾起 任由她洒落在桌上 坐在凳子上 也能温见淡淡的清香 今下又安排了小兰烧了一壶开水送来 还让陈福拿来六一瓶日最爱喝的西湖龙井 今下缓缓地泡了一壶茶 又将昨日大人买的点心都装盘排在桌上 编摆时还没忍住偷偷尝了几块 嘴巴里说着真好吃 大人买的点心 一切准备就绪 今下叫来陈福 偷偷地在耳边说了一句话 陈福便走了 她来到陆意的卧室 大声喊着 大人 不好了不好了 夫人在院子里摔倒了 脚扭伤 路易飞一般地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还没来得及穿衣服 穿着睡着的睡衣就冲了出来 刚走到庭院 也冤得就看见一位女子 流暴琵琶半遮面 手里正拨动着空喉的琴弦 弹奏出的正是自己最爱的那首桃妖 此时正好有阵阵微风拂面而来 院子里的桃花被风吹散 飘落一地 这个画面太美太美 美得路易都呆住了 特别是微风吹过今下的面庞 面纱被吹得若隐若现 能够看见今下红红的嘴唇 路易走过去 静静地坐下 转身皱眉看了一眼层服 层服被看得直发毛 信得此时良辰美景佳人 让她没有时间去想其他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今下 回忆开始慢慢袭来 还记得第一次听今下 谈空喉时的场景 也还记得小时候 陪娘亲谈空喉时的场景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她以为这样的幸福再也不会有 可是没想到 这美好的一切 却是真真切切的属于自己 今下一曲谈完时 陆毅还在那些记忆里 没有反应到 今下已经走到了自己身旁 今下在陆毅的鼻子上 弹了一下 嘟着嘴巴说 大人这是在想哪家姑娘呢 都痴迷了 陆毅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今下 半天都没有说话 今下以为大人生气 自己刚刚骗她 马上道歉道 大人 你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的 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还没等今下说完 她一伸手 就将今下拥入怀中 今下就这样 协作在了陆毅身上 一脸茫然 不知所措的样子 陆毅伸出自己的右手 捏着今下的脸蛋说 远不快 你现在胆子可真是 越来越大了 都敢骗我了 今下心想着 这下真的糟了 大人真的生气了 这可怎么办 陆毅看今下一脸慌张的样子 不禁笑了 可是 我的女人 可以这么嚣张 今下这才放下心来 旁边站着的层幅 也松了一口气 今下坐在陆毅身上 给陆毅倒了一杯茶说 大人 这是我刚刚给你泡的茶 你尝尝 陆毅故意 又将今下抱得更紧了一些 嘴巴说着 我没有手了 你喂我 今下听陆毅这么说 当然懂她的意思 可是这还有存孝未在 让她怪不好意思的 可是看着大人在故意撒娇 她也没有办法 陆毅仔细端详了一下 自己眼前的这个女孩 原来 只觉得她像个男孩子 仗义又大气 今日这身装扮 当真就是一副大下 闺秀的样子 很好看 也很耐看 今下被陆毅看得心里直发毛 怯怯的问 大人 我这打扮是不是不好看 陆毅望着她笑着说 我的夫人甚是好看 陆毅也看到今下带了自己送的发簪 便说 这个簪子真配你好看 今下突然想起 那日大人说是丛校未送的 便故意说 那是自然 丛校未的眼光真是不错 很好看 曾夫一脸惊慌失措 自己又被中了枪 陆毅又捏着金箱的脸蛋说 曾校未送的发簪 您敢天天都戴 曾夫感觉情况不妙 他想了想便说 夫人 其实这个发簪是大人给您买的 大人还特意让店家刻了一个下子 说完曾夫赶紧跑了 怕大人反应过来 自己遭殃 陆毅还睁开口说 就你话多 话还没说完 一转头 发现曾夫不见了 他皱子眉头摆着头对金下说 我看 我的人都要被你带坏了 都敢不听我把话说完 金下终于知道发簪是大人特意买来送给自己的 很是开心的说 大人 人家曾校未说的也是实情 您作为锦衣卫指挥使 怎么能够不让人说实话呢 陆毅盯着金下说 世上总会有你这样的女子 愿有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供白头 金下听着大人说的那句深情供白头 瞬间就红了眼眶 他望着陆毅说 大人 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我又不聪明 写字 作诗 刺绣都不会 平日还没个女孩子的样子 我娘就老说我 是个混世魔王 糊里糊涂 傻里傻气的 陆毅笑着听金下说完 远不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自信 这么谦虚了 你要相信自己 在我这里 就算是傻里傻气 就算是混世魔王 就算是什么都不会 我也都还是喜欢你 因为我命中注定有你 你想躲也躲不掉 那你说说为什么喜欢我 金下望着陆毅一阵狂笑 笑得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陆毅看着他 都不知道他脑袋瓜子里 又想着什么坏点子 金下笑完以后便说 喜欢大人 当然是因为大人生的好看呀 便说着伸手去摸陆毅的脸蛋说 看看大人长得多么俊俏 看看这眉毛 这脸蛋 这鼻子 这嘴唇 陆毅瞪着金下说 原金下 你果然就是一个贪财好色的家伙 喜欢我的脸蛋 还喜欢我的银子 对不对 金下见大人像是生气了便说 大人别着急嘛 银子当然也是爱的 谁会跟银子过不去 那么好的东西 陆毅听着皱着眉头连连摇头 惊吓突然静下来望着陆毅看 才缓缓又开口说 大人还因为 因为我的所有第一次都有你 第一次在野外 我腿受伤了 我求着大人不惜抱着你的大腿 那是我第一次抱一个男人的大腿 第一次我们一起去拿布防图 我从上面摔了下来 直接摔到了大人身上 那是我的第一次拥抱 尽管大人当时很嫌弃 第一次因为我的令牌被谢圆院偷了 第一次跟大人吵架 大人不让我再办案 我不开心 谢圆院陪我喝酒 我喝得烂醉回来 是大人从谢圆院的手里抱走了我 虽然大人当时只是直接将我丢在床上 连鞋子都没给我脱 第一次我们在茶丢室的观影 那里阴森森的 我笑得很自然的就要抓住了大人的袖口 尽管当时大人一脸嫌弃的将我甩开 第一次我们半暗昧日下起了大雨 你第一次为我撑闪 还特意将伞向我这边倾斜 说是猫灵的雨怪让人心疼的 当时我告诉大人 你不觉得我也怪让人心疼的吗 第一次我们一起走进了别人设置的幻境里 那里漫天飘着大雪 我们走了一夜 我已经动得不行了 那是我第二次抱着你的大腿 我以为我们就要死了 我抱着小腿说了很多真心话 你用手捂住我的耳朵 让我走出幻境 第一次我们一起泡温泉 没想到那日我随口一说 问大人可不可以奖励我一次 汤泉的温泉 没想到大人真的带我去了 当时我不知道你就在隔壁 还自言自语说了很多话 最后你为了救我 闯进了女汤 穿着很单薄的衣服 那是我们第一次那样近距离的接触 我紧张的不知所措 只知道脸在发烫 我已经分不清 是泡温泉脸红 还是因为大人红了脸庞 第一次我们被敌人追赶 只能在外面过夜 你听到了我肚子在叫 你便亲手叫我打猎物吃 那是你第一次主动握住我的手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你牵手 第一次我们同床共枕 没想到严大人将我送给了你 说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 没想到当时在严大人眼里 已经看破了一切 当你的鼻尖触碰到我的鼻尖 我已经紧张到忘记呼吸 第一次你在床上为我吃面 我从没想过你会如此温柔 一口一口的为我吃面条 直到我睡着 第一次我们一起在河边点花灯许愿 我许的愿望也是与大人有关 我希望大人能够开心一些 第一次我做梦了 就像你说的 突然就想做梦了 在梦里 我梦见我们互到情长相拥在一起 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事 因为这只是我的梦 只是我没想到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幻想和你在一起的日子了 第一次你受伤了 伤得很重很重 我好怕你 怕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 我怕你出汗会对伤情不好 我为你擦身体 却不敢睁开眼睛 也许是因为男女受受不清 也许是因为大人的胸膛太宽广 我怕控制不住我自己 第一次我给你擦脸 像第一次给你擦身体一样 我慌张的不知所措 我告诉自己是为你不被蛇咬 一定不是贪图你的美色 第一次我看到蛇吓到抱着你 这一次你没有再将我推开 而是说要不我背你 你当时都伤成这样了 我怎么可以让你背我 可是这次能确定的是 你没有推开我 而是心疼我 第一次给你喂药 准确的说是第一次亲你 当盖叔让我用嘴喂你时 我是真的不敢 我用的只是肉和肉的碰撞 来鼓励自己 可是没想到 你竟然咬破了我的嘴唇 而当你问我时 我却不能说是你咬的 下次我一定给你咬回去 第一次在我做了药饮 你将我找回来 虽然我在昏迷中 但是我隐隐约约的听见你说 我从不信鬼神 可是这次我希望可以成真 我感受到了 有泪水落到我的脸上 还有嘴唇 第一次你需要喂药 那是你中毒到八岁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八岁的你有多可爱 你会依赖我 也会撒娇 也会快乐 我多希望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智永远都在八岁 第一次你半夜跑到我的房间 说要跟我一起睡 因为下大雨你不敢一个人睡 看吧 天不怕地不怕的鹿眼望 也有怕天怕地怕雷雨的时候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相拥入眠 第一次我指责你不听话 捏你的脸 没想到 那个时候的你已经恢复了心智 可是大人的脸可真嫩呀 捏着好有手感 第一次你拉着我的袖子给你擦嘴 你那个时候的表情真的像极了孩子 天真又可爱 第一次我们在屋顶 我喝了酒 所以那晚看着你总是格外的好看 我说我偷亲过你 可是已经忘记感觉了 你说那就再试一次就能回忆起来了 第一次你为了我抢亲 你为了我跟严实般闹翻 我永远都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 我可以容忍他将我踩在脚下 却无法忍受他伤你分毫 第一次你正式的跟我告白 你说你曾经会想过 跟你生儿育女白头偕老的女孩会是什么样子 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是我这个样子 第一次我们坐着聊天 我挽着你的手臂靠在你的肩头 原来人世间最美的 也莫过于有人并肩前行 第一次明明我吃醋了 可是当你将我拉入你的怀里坐下时 我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 我当即害羞的立马离开了现场 第一次你要去前线 我以为你都没打算跟我告别 正在我失落时 你回过头来奔向了我 你抱着我说 等我 我幸福到都忘了回你一句 我等你 第一次你带着伤连夜赶回来 因为你怕我会受伤 我们在战场里 在一血奋战中相拥 你说你怕我一直在傻傻的等你 连性命都不要了 我说怎么会 你没等我说完就说 我可以 我当时已经被你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原今下何德何能 能让大人为我舍弃性命 第一次你主动撒娇 让我给你喂药 我为你吃药时 你那双眼睛不转睛的盯着我 就像我曾经迟迟的看着你一样 原来心里有一个人时 便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了 第一次我们终于回京城了 你第一次被我回家 我在你的背上和你说了好多好多话 第一次都说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你捏着我的脸 你问我是不是真的很像结婚 我说 那也要看跟谁结 你说 那你想跟谁结 我并没有回话 只是笑 没想到 你竟然就说 你知道了 你仿佛从我的笑容里 就看到了答案 是的吧 喜欢一个人 就算嘴巴不说 从眼神 从笑容 也都能够看得出来 第一次 我们一起牵手上街 那日大人去我家里提亲 娘亲同意了 我真的太开心了 娘亲说了我们那么多的糗事 你一点都不介意 我们从家里出来 牵着手走在街上 像极了刚结婚的新婚夫妇 第一次 三年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接你回家那日 大雪 看你迈出 少育大门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冲向了你的怀抱 关于我的所有一切 都再也离不开你 大人 我想我这辈子 都再也离不开你了 继续一人以偏爱 愿尽余生 知慷慨 好了 这一集的续写故事就到这里 婚后生活千百种 而他们的婚后生活更是精彩万分 你对他们的婚后生活又有哪些想象呢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 喜欢的朋友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讲 我们下期再讲